回他娘家竟然收了这么多的红包 今天我们就把它全部拆掉 看看到底有多少钱 今天是我带小贝回娘家的第五天了 这两天呢 天天跟着小贝挨家伙的拜年 吃好吃的 我这大脸盘子比原来更大了 这些红包都是家里的展辈 给大宝二宝的 我们家两个还太小了 所以我跟小贝呢 决定把这些红包给分了 还是老规矩 整的归小贝 零的归我 那我开始拆了 拆吧 第一个 都是整的没有你的 没有你的 二宝心里想 见着有份 你们俩就当着面分我的钱 不给我一点吗 这也是整的 还有 这里面好像有零的 我听到了硬币的声音 这个归你 八块 这也有零的你 我在这看完了 几块几块 你们有多的 我这个加一起 能不能凑够这一张 收两 你应该可以 哇 这个多 你看 这个还可以 马上出过一张 二宝在那当观众 二宝看着呢 有没有你的 还是沉的 完了 二宝把这个村庆盘拿回来了 这是妈妈以前的村庆盘 你要专到你的呀 哈哈哈 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等一下硬币都给二宝 哦给你给你 等一下硬币都给你啊 封好了 这些是我的 这些是你的 我先数一下这个有多少 我觉得不公民 二宝开始抢了 你这有多少吧 多少 86张 这么多 我数一下你的哦 我的有86块钱吗 肯定超过了 50 70 80 90 100 105 这些归二宝 哈哈哈哈 好吧 这个都归你啊 分好了 简直有份 全部已经数完了 所以红包拆完呢 一共是八千七百二十二块钱 小便拿了八千六百块钱 分到我手里面 一百零五块钱 二宝拿了十七块钱 其实还不止这些呢 我爸妈给大宝二宝一人转了一万块钱 就是两万块钱 我但是没收 我给退回去了 然后我妈又转到我的银行卡上面了 爸妈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总是想着办法的补贴我们 给我们打钱 今年啊 他们在湖北工作 过年的时候啊 就放了三天假 都没有回家过年 工作挺辛苦的 所以啊 他给我们这些钱呢 以后啊 我们也要想着办法的 去孝敬他们 小便啊 这么多钱你也花不完 分我一点吧 想的没 这些钱我们一分钱也不会花 给大宝二宝存起来啊 上去得花钱 到时候结婚了 买房子买车子 眼角孩 处处自己花钱 这些钱哪够啊 他们真幸福 你别想打他的主意 虽然 可能现在听起来 大宝二宝结婚 生孩子离他们太遥远了 但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一眨眼他们就长大了 所以啊 我们俩肩上的担子 还是很重的 对啊 两个儿子呢 这年马上也过完了 过两天咱们俩也要回山东了 今天就好好努力 行 一切听你指挥